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一胖毁所有的杨阳终于回归颜值巅峰。 一胖毁所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普通人,在许多明星的身上也是非常见效的。 比如说最近因为小学生玩手机坐姿上了热搜的杨阳。 从小帅到大的杨阳一直都是许多人公认的男神,学校典型的校草级别的人物。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颜值无敌在线的她也会有油腻的一天。 杨阳作为小鲜肉的代表,从初到以来就凭借着在线的颜值受到了许多女粉丝的追捧,一直高高瘦瘦的她更是许多人心中的理想男友。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也会有身材发福的一天。 作为一个从小就学习跳舞的男生,对自己的身材一直都是很重视的,但是自从去了一次东南亚开始对自己的身材松懈后,身材就开始打走样了,脸更是圆润了许多,瞬间感觉她老了一十岁。 还好颜值够硬,稍微挽回了一些,但跟之前比总感觉差了些什么。 不过幸好,最近看到她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的时候,身材明星回归了正常。 一个狗啃刘海也瞬间让她帅气了许多。 回归正常颜值的杨阳瞬间又成了大家公认的男神。 果然对于每个人,若都是很公平的,只要有一点点松懈就会开始作怪。 想要拥有好身材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,迈开你的长腿。 不然就会像杨阳这样一盼毁所有了。 但是幸好我们的男神又回来了。 不然不知道有多少女生要哭孕在厕所了。